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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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不是坐你的晚感时间 哎 小伙子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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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怎么倒在这里呢 救命啊 怎么了 哎 先紧了 哎 不是我装你的啊 不是你装的 哎呀怎么在这里呢 你在那里有没有受伤 可能疼了 你在那里我送你回去吧 我在这前面去的 前面呢 那个折先放这里的啊 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走吧 先扶你向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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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坐一下就好了 哎呀 谢谢你啊 把里面做啊 哎呀 亲爱的 小伙子 哎 我来了 怎么这么久啊 哎呀 刚刚在外面 有一点事情担住了 好快快 进来吧 坐下来 哎呀 哎呀 这次你家啊 哎呀 到了到了 哎呀 哎呀 不要火了 慢点慢点 好多了 哎呀 好多了 哎呀 哎呀 我家在那边 小狗 慢点叫 不要这么乏 先来这边坐一会 好好 那你先坐 你坐那边 我坐这边 哎 你哥呢 他应该在路上跟他打电话了 哦 你看 我的礼金我都带来了 你不是说要车了吗 对呀 我哥说的 对 你哥今天不是上班吗 怎么 你叫他给我回来了 我叫了 我跟他打电话 要他回来了 这样子 应该在路上的 等下你过回来了 我们就把那个玉子订了 然后我们去看那个风黄 看他怎么装修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玉子订了 这是你哥 哎 你哥 走 这是你哥 对 让你回来 你怎么了 哎 潘杰哥 你回来了 哎 你好 你好 你怎么了 哥 怎么我们这样 哎 被这个人撞了一下 被撞啊 不是我动了 我是扶他回来了 他是好凉的 哦 好凉凉啊 他救了我啊 香港那里有没有事情 没有啊 要不去医院看一下 没有啊 没什么事 谁撞了你啊 不知道啊 就记得那个车 什么 好像门口那里有一个车 是谁的 门口那辆车撞平的吗 有点像 是谁的 门口的车不是你的吗 什么车 那里有几大车 哪摊啊 那个 红色的摩托车 红色摩托车 不是你平时开的那辆车吗 是啊 是我开的 我们约会你竟然开的那 你撞我哥啊 我不知道是你哥啊 我搞时间了 是你啊 嗯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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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误会 误会 误会 撞来羊了还甘霸了出来 这种羊 这种羊腿不行 你不必 不要碰我 你就这么把我哥认真是他不管 你赶时间你也不能这样啊 没事啊 没事 要不是他救了我我就有事了 還沒事 馬上跟他換手 快走啊 這羊快來的 大兄哥 人家在這種動作 大兄哥 你這樣人群不行啊 這錢也身負乾淨啊 快 快走 走啊 快 什麼羊啊 你看你給倒掉了 我先走了 先不要急嘛 你節目了沒有啊 沒有沒有啊 那你看看我妹怎麼樣 你妹跟那個跟那個人挺沸的啊 挺沸的 其實我妹很好的 就應該給他找個像你這樣的對象 建議勇為 我是吧 哥你又不會人家是不是擔心你 他不是說沒結婚啊 我也有女朋友呢 想女朋友 考慮一下 沒有女朋友 也沒有女朋友 我們講的是他下面這麼好 是不是心長就好 人就好 妹子嫁給他 絕對能幸福呢 那你在願不願意啊 怎麼樣 啊 那就 行吧 那你們就先去喝奶茶先了 去喝奶茶 先交吧 那給我們走了 啊 我休息一下 好 我也好 我也好 去喝奶茶 幹什麼呢 幹什麼呢 沒有 阿青 阿青 他晕倒了 OK 在這裡 怎麼會晕倒 早上打電話 約我逛街呢 哎呀 我跟你說現在這些人呢 主要是吃那些东西不干净 突然就晕倒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那家人呢 家里没晕 我来的时候我就 这门也是开的 我就进去就看见他躺在里面 那你怎么知道他晕倒的呢 他刚才打电话给我啊 他晕倒的啊 他没打电话给你啊 哎呀 应该去晕倒之前吧 这样吗 啊 难道在严重吗 哎呀 现在我还不敢确定 因为我要送他去医院 在医院检查才知道 就好那个结果 就一样啊 啊 你是他什么人啊 我是他朋友啊 我是他朋友啊 那你帮我通知一下他家人吧 我赶紧就送他去医院 检查一下医院等一下 耽误了那个时间就不好了 好吧 哎呀 街也逛不成了 我去看看他家人在不在 你老婆都晕倒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唱歌啊 晕倒了 啊 不可能啊 那我早上出去买猪肉的时候 他还在家里 给我做早餐呢 那我刚刚从你家出来 他早上打电话给我说 让我跟他去逛街的 那我去到你家 我就看那个医生抱着他 上那个平板车 医生 嗯 医生怎么会放平板车呢 他说那个车在下面上不去 不对 他不对 哎呀 我打电话叫那个村口那个保安给我 帮我拦住一下 他真的是坏人 喂 保安啊 人家村脚拦住车 如果看见我老婆的话 你一定要拦住 不要要放过 我怀疑是被坏人抓掉了 一个医生你跟他说 是一个医生 嗯 一定要拦住啊 我现在追追追 嗯 哎呀 下车 顶着下车 检查 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都要检查 检查什么啊 我 我来接病人的 我查一下你车上面有没有什么违禁品 还有什么人 我医生啊 我车上面除了那些药物 还有一个病人啥也没有 你不能说是你是一个医生 我就不用检查了是不是 我没说不要你检查 现在 这个社会上 这个坏人特别多 伪装也特别多 那些是关 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我又不是说不要你检查 你随便检查 我就是一个病人啊 在车上面呢 去哪里接的病人 就在里面村啊 我们村啊 86号啊 86号不是阿水家吗 那我不清楚他家属是什么 反正是有一个女婦女晕倒了 他同学打电话给我 叫我过来接的 我现在过来接了 你都在这里啊 还在这里啊 难路 别让我过去 好好的啊 水了不啊 没听说有什么病啊 应该是这个突然发病了 晕倒在家里 应该去中暑 或者是那个沟水啊 因为我现在这里没有仪器 检查不出来 怎么这个人说 说晕就晕 说病就病 人有 你看 人有山齐嘛 天有不错风云嘛 是不是 也对现在这个社会就是 哎呀 中风的人沟水 人特别多 说倒就倒 对啊 最重要就剩下那些 食物不干净 还是不耽误你时间 你拉它下来 我看一下 我陪你看一下 哎呀 水了 不是还挺年轻的吗 才三十多岁就中风了 看到没有 是阿水老婆啊这个啊 反正是八十六号 我不知道他老公叫什么名字 那家属呢 家属没在家 没在家 啊 这个阿水老婆出这么大事了你 你也不知道了吗 你看看清楚我先帮你 回车身 你干嘛做 你看看你看清楚了是吧 哎呀 这个阿水 怎么这么出心大意啊 整天出去玩 老婆都不看一下 黄大哥 你看 人你也看见了 也是你们穿了是吧 对啊 真的非常严重 你一看到他 晕晕晨晨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也对也对 你 你马上 赶赶去医院 把他救过来 我那 我做医生的集中 我必须进我 进内 都进我手囊 对对对啊 你就过去吧 啊好 我不能单独 救命 好好好 那我先过去啊 过去过去 哎呀 这个阿水 我又没有打电话啊 我又没有打电话 又没有打微信 有怎么通知的啊 那老婆没有啊 那我老婆没有啊 看到了你老婆 你也知道了 什么我也 他病啊 突然晕倒了 可能是 救出口水啊 没有 这回事啊 我老婆好好的 老好的干嘛 医生送不去医院啊 医生送去医院 对啊 可能你检查清楚没有 我检查清楚了 他我就当 拉下来我看过了 脸色苍白 刚才不是 我报值班的吗 我打电话出来的时候 是 刚才武器啊 我们不换班了 我都说就拦住了 你们两个 他没跟着你吗 没跟我说啊 我也没有接到电话啊 嗯 你不会在村里面那个 群里面说一声吗 我怎么知道这种事 那人家 我还是看见你老婆的 这么急的又敢去救命我 我不放人家过去吗 如果等下打住了 救不了你老婆怎么办 我老婆没有事的 我怀疑那个肯定是假的 医生炸的很棒子啊 真啥子啊 那个医生开什么车啊 面包车啊 医生怎么可能开面包车嘛 你都不想一下 他不是开医院的车吗 开一个吃啥车吗 这个医生都是救护车 帮我打电话报警 报警啊 确定是人犯子 人犯子来的 这个哪个医生开面包车的 我老婆没有 喂 110报警有信吗 对 我们是大树村的 我要报警 我们村哪个贩子的 刚刚出去了 抓了我们村 阿水哥那个老婆 对 他杂装 乔装成医生 送出去了 说送去医院救护 还记得吗 出牌 出牌 对 你们马上出警 他往那个 牡猪村去了 你在那边拦着 好 我已经报警了 你怎么不打电话 还我明知道12点 都会交班的 白卡时间我没 你电话我就要那个5泡电话 哎呀 赶紧赶紧出去 出去多久了 出去出去 出去 救救救救 小妹妹 你有没有烟脱人啊 舅妈在家给你准备了两根油条 一个鸡蛋 你赶快回去吃吧 大哥大哥对不起 我老婆打小就有问题 我现在赶紧就送医院 对不起对不起 什么 救救 两根油条 一个鸡蛋 这不是救救的信靠吗 不行 这个女儿就一定有危险 我去找宝王去 可是我告诉你 别给我使什么幼儿子 彼此忘年来打救你 再次使这样了 我把你救给他去 跟你走 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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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哎哎我碰到你就就好了 跑那么快干嘛 哎有两个眼巴子 压着一个女的 往我们吞口风下 找过去啦 这么猖狂 行你先报警我追过去看一下 我报警我报警 我报警 站住 往哪里走啊你们 往哪里走 关你什么事 关我什么事 你们这光天化日的 强行抓人 还有没有王法 王救命啊 你拿着眼睛看见我们家人了 我没有看见 刚刚我们村民来报 说你们两个人贩子抓了个女孩 怎么说过你 她是我老婆 你老婆 看她那么慌张 那么害怕 还是你老婆 我 我大嫂她真的有问题了 肯定是慌张啊 其实现在马上滚当 不要挡住我们 你倒给我小便 不是 救我 哟 我说你这看门狗啊 你是不是吃饱唱了 怎么看门狗 说话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实际上的把这女孩给我放了 你们去投案四手 可以减轻你们的罪行 放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叫我放我就放啊 我跟你说 放 这管钱是 那要凭实力 没实力 你给我滚这杯子 被党大爷的 吼 你嚣张是吧 你还敢称大爷是吗 你可知道 你们这么做可是犯法的 我最讨厌的呀 但是 就是你跟他们讲法律 在这里 我四胖哥就是法律 你们就是法律是吧 这木木王法律 藐视法律是吧 行 等一下我就收拾你们 把你们往大牢里面送 哎呀 你还敢往大牢里面送啊 我大哥在这里 我大哥就是法律 其实现在马上滚当 要不要挡下 打让你满地爪牙 还满地爪牙 实际上你把女孩给放了 要不然等下满地爪牙的人 就是你们 哎呀你敢多管闲事 今天不 哎呀呀 你怎么连人家都看不着啊 他们两个人犯了 刚才被路上硬抓着我 大哥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了 他们这么消肝 他们投破不了那个法律的责任 我们先把这个看门狗撂走了 先把那个女孩抓掉 你还废什么话 赶紧收拾他 赶紧收拾他 你这么牛杆毛大的 连这个看门狗都搞不定 真的是丢脸丢到家了 赶紧收拾他 中看不足用 是 哎呀 坏路 真的是 你不废路 你来啊 呀 我说你就看门狗啊 你整脸了是吧 你还看门狗 你脸都没咬 竟干这些胡说废为 会危害社会的事 我跟你说 大爷我不发威 你当我当是我只病猫是吧 你还敢称大爷 连个病猫都不如 行 你牙尖水利 我就告诉你 凡是多管闲事的人 都不会有好沙场 我也告诉你 凡是做这些不法知识的人 都不会有好沙场 默默唧唧 大爷 我就让你见不到明前的太阳 你还笑张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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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别打了 别打了 回来 我就不信了 老子送还江湖三十年 还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跟大姐叫板的 今天老师我就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 别打了 我们老的青山山 哪怕没材烧 对 对 还留着青山山 不怕没材烧 想开溜是吧 门都没有 今天你们必须要讲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我说你有完没完啊 啊 今天这次我遇下了我就没完啊 对你们这种社会的毒瘤 民族的败赖 今天就要讲你们神志与法 把你们中大牢里面去吃面袍 啃蛮脑 让你们在里面好好地改造 你一个小小的看门狗 你一个月的工钱 有没有一千三呢 再说 你跟这个四三八 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你这样帮他 值得吗 我告诉你 甭管我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我虽然跟他顺步相识 我这么做 值得 这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不缺席 你们这些不法之徒 今天你们等着去吃面包 正义 正义能当犯子吗 我说你这参丑看门狗 这位美女 我们卖了那只五十万 金钱 如果你肯睁一只眼 闭一眼 放过我们的话 我就给你三十万 不可能 给你 你想要我跟你同流合乌是吗 还给我 你贿赂是吗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今天就要为你们的行为付出代仗 你们不再算游水滑舌了 有什么话你留着就跟法官去说 就是 举举手来 我说你这家门狗 你跟钱过去 你一辈子只能做狗 我这不叫跟钱过不去 我告诉你 你们才一辈子就低着头 在大脑里面对应的 给我上拍照爪子 你不好好地走路踢我干嘛 对不起老婆 我老婆对了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怎么送她去医院 这几个人奇奇怪怪的 真的是 真的是 我告诉你 别再吃什么幺蛾子 别指望有人来救你 再次给我有麻烦 把你够不着打球 跟着走 救救你们放我吧 站住 我说你这个保安 刚才我不是向你道个歉了吗 救命 道歉 你道歉就完事了吗 实相把这女孩给我放了 哎呀 她是我老婆这里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又送她去医院 还你老婆 不要再狡辩了 我告诉你 实相了吧 把她放了 你们去投案厕首 可以减轻你们的罪行 哎呦 哎呦 跑了 救我 他们两个不是什么好人 他们是人半子的 我知道了 刚刚你的手势我看懂了 现在可是法治的社会 他俩是投脱不了那个法律的责任 既然你知道了 我们也不装了 对 我们就是人罚子 每天就在刀口上填血 过得活 你马上滚蛋 就是 还滚蛋 还给你机会不珍惜是吧 那行 等一下我就把你们往大牢里面去送 我不吃你个武器 你管闲事那有平时的 你知道我大哥在这里 投你这个屌 地争的是五点八级 就你 我呸 大哥是吧 对 嚣张是吧 还嘴硬是吧 这么执迷不悟 那行 你们等一下不要后悔 嘿嘿 后悔 别说那么多 你再把他干掉 大哥 撤 我干掉是吧 大哥 大哥没事吧 哎呀 我让你们两通通都有吃 哇 我今天不把他料到 我白了就没混了 对 休息一下 大哥加油 哇 哇 哇 他跟打我大哥 你活得不耐烦是吧 看你俩才活得不耐烦呢 这么嚣张 这么猖狂 目无王法 妙是法律 我呸 你跟我们说法律 我大哥 就是法律 今天 你把我大哥打了 我让你付出那个 惨重的代价 还惨重的代价 你们今天 谁也跑不了 告诉你们 呸 兄弟 咱们说那么多 对 干掉这说 咱们全家说话 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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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你拳头有多硬 给我 哎呦 妈呀 你长难耐了是吧 老子常常气势难没 还练不懂你这个死色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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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嚣张吗 还要不要不无法 妙是法律啊 快要把我说得放了 放了你啊 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们 宝宝 你个小小的宝宝 我跟你讲 那个女孩我们不要了 走 你怎么走 哎哎 走回来 不要就完事了吗 那你还要怎样 我还要怎样 今天你们必须要为你们的所措所为付出代的 我跟你说 臭宝啊 你别布施抬去 今天你等我大哥财路 坏我大哥好事 啊 我们都不跟你一般见识了 你 别 别得你不咬人 我还等你财路了是吧 我这不是得你不咬人 我今天要替天行到为民除害 要铲除你们这些祸害 毒瘤 人渣 因为有你们这些祸害 搞得这个社会乌烟瘴气的 你们不知道害了多少家庭 支离破碎 以泪洗脸的 今天我就要将你们绳之以法 送你们去吃劳吧 对 不能放过他们宝啊 他们太猖狂了 你知道我们人放置 是有多生吗 我们把这个牙子卖在大厂里面 八十万 我们给你六十万 你就张一眼 闭一眼 放我们走吧 对啊 让你们走是吧 想要我跟你们同流合乌呢 那是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 这不是同流合乌 就是共赢 对 一个保安 干一年 你赚不了多少钱啊 你拿了一六十万 就可以想去荣华富贵了 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屁嘴 还共赢是吧 我要钱 我也是堂皇正将的 靠我自己双手努力的去挣钱 我挣的每一分钱 都是干干净净的 我向你们这些违非作歹 专干这些危害社会不法之事 赚的都是黑心钱 你们今天必须要受到法律的资产 别废话 别有水滑舌的 够了 够了 别人给我落搜 我告诉你 有什么话你就留着这个 法材就是 我让你跟你拼了 起来 都害过我 大哥 你怎么在了 起来 把手提起来 去拍摄生意吃老饭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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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ć 放 Os 这 滴 还 下 下 滴 下 新 儿 你不要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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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走 快走 快 你想辦法把他引開 引開 想辦法引他走開 你再回來救我 快走 快走 小心點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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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山地裡找一個人 也沒那麼容易找 他也躲起來 也找不到 算了 但是大哥知道怎麼辦 還說了嗎 家裡還有一個 先把那個看 快走 快走 甚麼 他 追出去了 是 快救我 不行 這裡荒山野嶺 等一下找不到他 肯定會回來 怎麼辦 先自我 等一下再救你 你能行嗎 可以了 我躺在這裡躲著 啊 哦 拿你的罐子 啥 袒子 袒子 你小心一点啊 小心一点啊 咱们快跑一跑 跑一个 小小小小 原来 原来 快快快 赶紧了 赶紧了 不行 快 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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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手绑好来 买了等他上去洗了 那就麻烦了 这什么地方啊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忘掉一领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外面 怎么办 怎么处理 先究竟先忘了这里什么地方 走出去也多远啊 我们不能乱 乱碰啊 等一下又跑到山了 又遇到坏了怎么办 叫个女人 打醒 喂 醒醒啊 哎 干嘛把我绑住 啊 干嘛把你绑住 那你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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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臭女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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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啊 你们 张头了 你不走 啊 你还赖在这里 我不怕告诉你 我就是个人贩子 要把你们两个美女 卖给 免费那些老头子 我们已经知道你是人贩子了 在我们在绑着这里那一个开始 你这种人就是上心病狂 哼 你不要跟我谈那些狗屁法律 我几眼前 我虽然是个小弟 啊 你们现在提醒的把我放了 都绑起来了嘴还那么硬啊 哪呢 啊 哎呀 别打别打别打 别打了 哎呀痛痛痛痛痛 我 现在是法治所谓 不允许这里为非作歹 我告诉你们 现在实现了 把我放了 要不然 等下我大过回来 你们一定也 咬不了 在这个封山里面 你们想跑 现在你放了 你偷偷从后山这边走 或许你们还有一件生机 要不然我大过回来了 你们一个人也跑不了 啊 啊 啊 我的脚啊 啊 都现在这一刻了 你还不值得悔改 只是迷不悟 你那些大哥的 一个人逃不掉 反望恢恢 疏而不漏 你以为他能逃掉吗 逃不了了 起来 你不要给我装死 啊 啊 我的脚 嗯 你们这种行为 破坏了多少家庭啊 多少家庭因为你们这种人 私利破碎 我告诉你们 快点把我放开 要不然就算你今天把我带住了 送我去警察局 过两天我大过后就把我捞掉来了 我出来就是你们的梦运 放了你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可能放五归三 今天我们替天行动 为民愁坏 我们大家拉拉警察局去 这里什么地方 不说 不说是吗 痛痛痛痛 让他带路 起来 从那边后山那边有一条路 有一条山路 干嘛起来 好好带路 我跟你讲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腿就是给我废的 走 吃下来 走 闻 梁晴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你今天结婚你什么意思你说 我怎么了 我今天我就结婚了 我看你拍了那么多年 你说结婚就结婚 那我怎么办你说 我哪个意思怎么办 我这个冲管 你不一直嫌我冲吗 我都等你十年了 我等你十年好不好 我就想让你多顿点钱 为我们以后的商务着想 你说结婚就结婚 你有想过我吗 那你有想过我吗 女孩子有多少个十年你说 我都已经挡了 亲爱的怎么回事 你说结婚就结婚 前女友 那现在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我是他女朋友 我刚才拍了十年了 你没听说话 哎呀 那个说了话讲以后 我就慢慢跟你说 那你赶紧处理 这就是复兴 我怎么复兴啊 他跟我拍了那么多年 说娶你就娶你 你不想清楚啊 那你们十年怎么都还没结婚呢 他一起嫌我 我穷嫌我们家穷 你也知道我家的条件啊 你看今天这个穷也是租的 我嫌你穷 三千块钱 接到婚是不是 那也是你啊 我连那个礼金都没给 我嫌他穷 如果我嫌他穷 我还跟他拍了十年吗 你说一个女孩子 有多少个十年 我就想跟他奋斗 好好的 所以我们就趁我着想 你就是嫌我穷 我出出档案的十年 你老是不跟我结婚 那我还挡下去吗 我现在三十几岁了 我不是想要你的 你的事业有点起受 我才跟你结婚吗 要不然呢 我的新闻好友 不是看不起我们吗 看不起 你又为我着想一下 那你又为我着想一下 是不是 我一个女孩子 我都不怕挡 你怕什么呢 我都三十几岁了 我老爸老是吹吹我 我挡不及了 我去跟你提亲 我都提五六次了 你都是老是不愿意 请我重选我这样那样的 你要我怎么办 我一个男人 我就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 我就是这个打工命 我不是那个老板命 是不是 你这么说 你这个烂泥富不向常呗 我本来就是这个农村的 我一样没有玩话 哎呦没背景 是不是 你看都吹了 及时 快点啊 你先把这个电话听了吧 好吧 歪 你看这里是你不对啊 我都没嫌弃他穷 他没成绩 我也嫁给他了呀 我不是嫌他穷 我跟他拍拖了那么多年 我就想让他奋斗 让以后的三五更好 谁知道他 哎呀 结婚了在奋斗 以前你看我跟他结婚了 他结婚了以后的负担就大了嘛 你看结婚以后就会有孩子 如果孩子一直是一出来 你看 他还有那个心情就奋斗吗 时间就更少了呀 压力大才有动力呀 你这样拦着我们结婚也不是个事 是不是 我不管 反正我跟他那么多年了 他总就跟我搁交代是不是 你说一个女孩子 有多少个十年青春 我都不愿不怕挡了 我看你呀 你还是好好想清楚吧 好好想清楚啊 这种男人我跟你说 哎呀 吹什么吹呀 我知道了 他挺好 他就回来了啊 不用吹的 我打电话就你搁出来 喂 小五啊 你快来我村口这边 我今天结婚的老妹过来 那我这边 你过来一下 我跟你说 他就是不一不了了 妈呀 怎么回事 哎呦 我过来也知道我家的条件 他一直嫌弃我 这样不行那样不行 本来我都是农村的 是不是 哎呀哥你看 不容易找到一个真了 你们怎么也弹了十年了 你怎么这样子 他说结婚就结婚 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怎么说 我挡了他那么久 我二十几岁就跟他接 就跟他拍拖 一起到三十几岁 我都是一个打工的 他老是要我 像变成一个大老板 我怎么可能变成一个老板 那也是为了激励你吧 激励 我本来就是小学毕业什么 我就不懂 就是一个打工的 他就是觉得自己 他自己这个烂尼 扶不上钱 没说我烂 你不不上钱 我本来我就是这个样子 这么一点上帝心 哎呀那些都不管了 真是现在我们都结婚了 我们现在一结婚 我也找到我的真大了 是不是 你就不能老是答应我 你看我们现在就结婚了 是不是 哎呀算了妹 不要为了这个树 放弃整个森林 那我难过吗 我培了他十年的青春 那我一培了 是不是 这种男人一抓一大把 现在还怕找不到老公吗 走了回家了 回家去找我一个 这才 有了 再拿开 我看你事情都没处理好 这边就不想投赏了 avour家 那个森林 不知道 他会找不到 中文 词 这边 感谢观看